接着来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根据美国肺脏协会最新公布的空气质量报告 2014-2016年湾区的颗粒物污染在全国排名第6 而臭氧污染也排名第13位 空气质量变差 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率 如哮喘 肺癌和心脏病 在全美污染最严重的25个城市中 加州就占了11个 可以说是美国空气最差的州 特斯拉首行执行官马斯克4月18号发誓 全天候生产Model 3汽车 以最终达到公司的生产目标 17号 马斯克通过电子邮件 向员工发送了一周24小时生产承诺 马斯克制定的目标是 到6月底每周生产6000辆Model 3 这比他今年早些时候 向投资者承诺的数量增加了20% 截至3月底 特斯拉共制造了12500辆Model 3 远远没有达到预定的每周5000辆的目标 由旧金山选区加州参议员 微善高提出的SB827法案 拟在公交枢纽周边 兴建高密度房屋 4月17号在加州参议院交通及房屋委员会被否决 该法案从提出之初就遭到各方反对 质疑其可负担住房比例不高 并且破坏城市历史风貌 新台湾记者余伟综合报道